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David 政经委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在今天的敬畏点评当中 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重点就是 美国内阁的任命 当然在昨天录制这个敬畏点评的时候 随后看到拜登公布了他的团队成员 那在今天我在准备敬畏点评材料的时候 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想到了一点 这个美国政治号称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 美国的政治真的是纯政治吗 还是金钱跟权力的结合 所以今天的话题要跟各位谈 美国政治是金权政治 金钱跟权力 这个都是两个人人人都爱的东西 对不对 你问任何人爱不爱钱爱 爱不爱权力爱 对不对 但是要有金钱要有权 很难啊 但是两个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利益共享 利益互换 当然做政治大家都知道 什么提前办理啊 这些诸如此类的 这个大事情要提前办理 小事情呢 这个可能需要这个 打通关节一下 就是要比如说这个哪怕是抽根烟啊 这个什么大家聊聊天啊 喝喝酒吃吃饭啊 好 当然在政治上面来说呢 实际上也跟人的交往一样 要有来有往啊 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在这一次拜登啊 正在跟这个特朗普啊 进行一场 这个算是美国历史上可以记下一笔的开票之乱 对不对 这个选完已经二十多天了 到现在还在那里纠缠 还在那里纠缠啊 那当然来说这开票之乱 现在应该是快要 因为定了嘛 因为在昨天时候我们已经讲 那个美国联邦的总务署署长 莫菲署长啊 已经正式发出交接命令了 这个公文啊就批了 所有的部门啊就动起来 那涉及多少人啊 大概他们算过啊 有三百多个部门 四十多个这个政府机构 还有就对啊 要拨款就好几百万啊 有一说大概要七百多万 拨给这个拜登的团队发工资 然后就开始大家全力啊交接 各位要知道在大概去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正在看这个美国共和党 内部在选举的时候 还有民主党正在进行这个总统提名人的时候 实际上有一批人就已经摩拳擦掌 各个啊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工作了 这个在美国呢 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那这个是什么公司呢 为了美国大选 他们在摩拳擦掌 这个就叫做公关游说公司 因为美国在二战后啊 他发现二战之前 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其实美国建国之后啊 就历史来说啊 这个美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参议院 众议院 但是呢 这个有人民有时候会请愿嘛 那这个因为国会这些议员 都在华盛顿开会 那常常有人呢 譬如说他在某个州 离华盛顿很远啊 假设田纳西州 他们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困难啊 希望呢联邦政府 能给他们这边的农民啊 一些支持啊 譬如说一些农业补贴啦 肥料补贴啦 什么之类的 但农人嘛 没有办法啊 可能甚至文化水平也不高 没有办法跑到华盛顿啊 去跟这些国会议员啊 表达他们的想法 那等国会议员开会回来的时候 跟他讲 他说我刚刚落选了 对不对 所以啊 他们那时候就有所谓的这个 找到了这种中间人 那这些人呢 就可能当过国会议员的啦 可能呢 政商关系不错的啦 他就跟这些人讲说来 我帮你们去华盛顿啊 把这件事情带到 然后让他们呢 支持你们 然后联邦政府可以拨款 那地方上 人说好啊 农民就说好 有人陪我们去中央啊 上访就去啊 当然这个各位要知道 天底下是啊 没有白痴的午餐啊 跑腿要给人家跑腿钱嘛 好歹要给个茶水费 好 那这个人呢就去华盛顿 就把这些事情啊 就就讲讲讲 大家说哦原来地方上田纳西州 农民那么可怜啊 好我们中央联邦拨些钱 帮他们补贴他们的 比如说肥料补贴 每一公斤贴一毛 这样好就就就过了哈 后来呢慢慢慢慢的 在美国建国的这么出奇的阶段 就发现了 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常常这种游说的人就出来了 就变成职业啊 原来刚开始只是帮地方 这个可能他大学毕业读过书 说我去 对不对 我认路 我到华盛顿帮你们讲 后来有些人就觉得说 这个钱蛮好赚的啊 来我以后就包山包海 越做越多 所以在1946年二战之前啊 美国实际上这个游说人啊 很多 每天都挤在哪呢 刚开始啊 都挤在国会的大厅 等那个议场 开完会对不对 议员擅长了之后对不对 这些人就扑上去说 哎呀议员大爷啊 我们怎么怎么 我们那个地方什么 我替谁谁谁 我替哪家公司 我替哪些农民什么 都围上去 每天大厅啊 人山人海 都是来上访啦 请愿的啦 观说的啦 一大堆人 这个美国国会啊 就觉得说这样下去啊 不是办法 对不对 虽然我们是人民的嘛 对不对 人民选出来公仆 但也不能这样搞 没秩序 那后来就规定 说不准进来 就把这批人啊 说你们要出去 不能在大厅嘛 搞得这个 我们跟菜市场一样 好那这批人呢 就要去哪啊 他们就跑到 在国会啊 这个旁边 国会山庄旁边 有一个五星级饭店 他楼下有个酒吧 就跟那些国会议员 就约好了 不管是参议院 众议院 说大哥您啊 开完会 就过街 我们在对面的 这个 这个 等于酒店的 酒吧 等您 给你喝一杯 我们聊个天 那这样子呢 当时这批人 就转移到那去 那酒吧 每天也是人山人海 里面呢 就是说客 还有那个国会议员 两批人 大家在那讲 当然理论上来讲 这个国会议员的出发点 是觉得为民服务嘛 对不对 大家上访啊 表达民意啊 我来倾听民意啊 对不对 然后帮这个选区的选民 去做事嘛 对不对 但这个制度啊 很乱 这中间呢 这总觉得 有猫腻存在 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呢 美国国会就修了一个法 叫做什么 联邦游说管理法 就说任何人要做游说 简单的讲 要辞政上岗 对不对 你要去登记 要有登记 辞政才能上岗 不能谁都去干 对不对 要审核条件要求什么什么 你职业操守 对不对 关缩范围 这个都要注明的 你不能讲一些什么 比如说包仓包赌啊 什么那些是不能的 那是不能关缩的 好 1946年以后有了一个约束 那有了约束之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行业了 就变成一个事业 有些人就说这样 我们干脆开公司 对不对 我们几个人合伙 大家都是有游说能力 我们就干脆开公司 开公司呢 要离这个国会近一点 那开哪呢 在华盛顿 有个叫K街 K Street 那那边呢 就开始了第一家 游说公关公司之后 一家一家一家开啊 大家觉得说 这个必须制度化 对不对 美国到现在 如果你在游说界 有一些大咖级的 就像那个 好莱坞明星 也有大咖小咖 对不对 就大咖斯小咖斯 就叫一哥一姐 在这个游说界的一哥一姐 他们的年薪 基本年薪 100万美金到300万美金 当然有一些个案呢 如果你有这个业绩 你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 这个游说成功 修法 对不对 或是争取到联邦预算 还有bonus在里面 所以这些人收入很高 他们的工作就是跟 国会议员 吃饭 喝酒 拉关系 平常要这样建立 对不对 你不能有事有人 没事没人 对不对 这个搞不定 公关最好的关系就是 当有事的时候 有人 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子太现实了 对不对 所以国会议员也知道 好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制度化之后 美国因为它是一个 自由市场经济 大量的公司 更需要有法案的 对自己最有利 对不对 的支持怎么样 好 那现在呢 有趣的情况是这样 去年底的时候 当然现在有些公司 已经不一定 在这个K Street上 已经搬走了 但是呢 这个行业还在 据说从业人员 辞政的 大概有1000多人 到底这些人辞政上岗 他们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我们稍作休息 待会继续经纬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第二段 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那当然经纬点评 开播之以来呢 谢谢大家的支持 很多朋友呢 对于我们的这些 摄影棚啊 这些各式各样 都有很多意见建议啊 看得出来 大家都是行家 行家 当然呢 我们会不断的提升 希望能够 不管在声音啊 画面啊 各方面都能够越做越好 当然谢谢 大家的支持 但是最重要 继续订阅 我们继续爬楼 又要登上去 登楼了哈 登楼就是要用力 才能爬得上去嘛 所以每天要用力 用功 这个做点评 今天讲的是美国的 精权政治 但是如果回头讲啊 有一些国家啊 大概把这一部分啊 分成黑的 灰的 白的啊 那黑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黑道跟政治人物 谈事情是什么谈 基本上啊 这电影都看过嘛 对不对 叫政治人物来 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黑道呢 一般来讲就是会在桌上呢 放个皮箱 或是一个水果箱 对不对 就故意露出来 让你看到里面是 多少钱嘛 然后就跟你讲 现在我有一个 什么样的法案 或我有一个 什么样东西 你到国会 要给我过 对不对 过 这个钱就是你的 你就拿去 你现在就拿去 没关系 你就拿去花了 但是 如果没过 那 你应该知道 是怎么样 那你拿了钱 就代表 你愿意点头办事了 那十个九个 一般在过去那种 你敢不拿吗 黑道大哥 请你吃饭 钱放你面前 叫你办事 给你钱是给脸的 对不对 那你敢不敢说 我不拿 我不办 马上 你就抬得出去 好 你就乖乖拎 拎了以后怎么办 叫办事 不办事干嘛 就打点腿折啦 对不对 手折啦 对不对 你自己看怎么办 所以这叫黑道呢 瞧事情是这样瞧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 人家常讲 那个政治人物 很怕黑道 对不对 黑道呢 又很怕警察 警察又很怕政客 就一个怕一个 都这样 因为那个政客会删警察预算 好 回过头来就要讲到 美国这个 美国这些游说 理论上他们是 白的 白的 因为合法登记嘛 持证上岗 他们呢 会不会像黑道大哥这样 应该不太会了 相信嘛 因为怎么持证上岗 从1946年能混到现在 年薪还有300万美金 那他们怎么游说呢 实际上在今年初 去年底今年初 这些所有的这个大的 这些游说公关公司 听说呢 他们都成立叫做作战室 作战室 成立的特别工作小组 作战室 这个作战室在里面干嘛呢 他们就要开始杀盘推演 杀盘推演 如果特朗普上 他的内阁会有哪些人 拜登上 他的内阁大概会有哪些人 第一个人选 要去评估 对不对 这是涉及你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市场 能不能占有 这个人选要先评估 第二 哪一个人上任 他的未来 在2021年宣示 就职之后 他的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跟我的客户有关呢 我的客户当中 可能是有再生能源的 我的客户当中 有可能是制药的 做疫苗的 卖军火的 这个可能都跟 国家政策有关吧 对不对 所以我要考虑到 我的客户利益 我就要杀盘推演 那这个作战事 听说是高度机密 连里面都不准进去 搞清洁 什么清洁工说 吸地 不行 除非重要核心成员 才能够进去 里面就是 整个这个资料很多 大家在里面讨论 讨论推算 谁可能会接 接了以后 可能比如说拜登上来以后 比如说拜登曾经说过 四大工作 对不对 那个防疫 经济 还有什么族群融合 还是还有个叫什么 温室气体排放 各位不要低估 什么叫温室气体排放 那是money 电动车特斯拉最近大涨 看到没 看到没 原因在哪里 在哪里 温室气体排放 将来拜登上台 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 这个排放标准就要升高 你烧汽油的 对不对 你烧柴油的 你死定了 对不对 一定要用电动 所以特斯拉股价为什么大涨 懂了吧 这个眼光要看准 对不对 当然特斯拉呢 现在如果 他应该不需要油税 但是只要跟电动车有关的行业 像什么美 中国有很多电动车 什么小鹏 什么什么这些是不是 反正呢 比亚迪 比亚迪 都到美国去 要IPO 当然他们也希望呢 美国的法令呢 譬如说鼓励 美国人买电动车 联邦政府补跌 因为要减排吗 对不对 那中国的电动车呢 就能进入市场 这比喻啊 我比喻啊 假设我是比亚迪的老板 我现在就要去什么 去油税立法 第一联邦要补助 第二呢 要限制啊 那个燃油车 不准进入某一些地区 大家一定要买电动车啊 你说上班时间 进城 不准开燃油车 两个钟头 你看我电动车都卖几步 这就是啊 这就是为什么 要油税团体去油税 油税过了 我车就卖了 对不对 没有法 谁买我的 就举个例子 所以这些沙盘推演 极为重要 当然有一些公司听说呢 在这个上面啊 觉得单打独斗啊 太难了 听说呢 因为这个范围很广 我刚刚讲 环保 减排 这一个大项啊 防疫 疫苗 制药业 对不对 医疗保险 什么这些东西都跟着后面啊 种族这个东西 还还好了 那当然就是振兴经济 振兴经济 那太棒了 联邦政府 对不对 比如说会不会 这个减公司税 会不会减公司税啊 对不对 如果你能减公司税 那对我们 比如说某些行业 不是所有公司都减啊 什么行业能受到 联邦政府的优惠 减公司税 我就要去争啊 我要去算啊 特朗普上台会怎么样 拜登上台怎么样 听说有一些公司啊 觉得这个业务范围太大了 对不对 一下吃不了 因为今年很复杂 对不对 所以呢 听说有一些公司啊 公关公司还可以怎么样 我把我现在 在譬如说 制药业的这一块 我能掌握的资讯啊 我卖掉 卖给别的公关公司啊 你去接手做 那个都可以叫交易买卖哦 还没游说就可以卖 对不对 我搞不好五千万卖你 或三千万卖你 你去 这部分的关系 丢给你 你去弄 客户给你啊 将来你去跟客户慢慢收嘛 这有得收了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就已经开始进入了 当然还有什么 军火 军工企业 那比如说拜登上台 他还会不会发展航母事业 比如说还要不要做航母 还是改变战略 我做洲际导弹 跟中国比 你东风 我西风 对不对 这不是打麻将啊 那总之呢 会不会改变策略 一改变策略 那些造船厂 就慌了 因为美国所有的军工啊 都是民间包办 像飞机啊 飞弹啊 波音啊 什么雷神啊 对不对 造船厂都是那些民间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不管是刺激经济法案 扩大医保法案 疫苗法案 对不对 还有改革公司税啦 甚至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 温室气体减排 这个都充满了商机啊 你说让这些公关公司 他们会不着急吗 我们外人啊 看的是什么 热闹 你看那个拜登 内阁发表会 什么这个涨 那个涨 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分析的都是这个人的 哇那个叫那个布林肯 对不对 我说他怎么样分析半天 那你想太多了 那个都没钱啊 对不对 那个只是说布林肯啊 东美关系啊 什么 讲半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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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啊 政治是很苦闷的 这话怎么说啊 那这些国会议员 为什么要去替这些 公关公司跑腿 对不对 因为大家后面有个最重要的 美国的选举啊 最重要是烧钞票 尤其是你是一个参议院或众议院议员 你在地方选举的时候啊 你假设你就算共和党 你能从党的方面得到的资源啊 是非常有限 党已经说我都已经把这个招牌都给你挂了 剩下你自己看的办了 你要去募款啊 对不对 你怎么靠党 那我还需要你吗 我随便找个阿三来 阿四都可以啊 就是要你去募款 所以西方的政治人物啊 这个政商关系啊 要刚刚好 对不对 要有政治现金 在新西兰也一样啊 政治现金合法的啊 只要登记 那人家凭什么给你政治现金啊 凭什么 我欠你啊 对不对 你漂亮啊 no 不是 因为我有替你跑过腿啊 对不对 我帮你办过事啊 上次那个法案 我尽心尽力 在国会帮你争了 现在我选举到了啊 对不对 都不要我多说 你们该政治现金合法的哦 就现吧 对不对 我选举烧钞票啊 打广告 烧员 就是这个职员 多少钱啊 怎么办 叫这个政商啊 就就就分不开了 对不对 但也有人因为政商关系 搞过头的哦 丢了乌纱帽的例子 在新西兰就好多个 对不对 这真的脑袋不清楚啊 这个这个政商关系 要刚刚好 你不能太贪 对不对 譬如说你知道这个对价关系啊 在生意人的眼中 是永远有啊 像我们也有啊 对不对 你买咖啡 你去咖啡店 说五块 你给了五块你要拿什么 拿一杯咖啡走 你给了五块 你拿不到咖啡 你不走啊 你在那里啊 说老板你还没给我咖啡 我就不相信 他不给你你就走了 这就是对价关系 你付的钱就要拿东西 商人说穿了 也是这种心理嘛 我政治现金都有对价的啦 真的少数是说 我有崇高理想 我崇拜你 你太帅了 钱拿去用 不要 我不要了 都给你 少啊 当然有那种选民啊 小额捐款 那真的是崇拜 崇拜这些政治人物 但他们的捐款有限啊 什么两百块 五百块 八百块 政治人物看不上眼 讲得好听 我都是小额捐款 但呢 小额加起来还没有那一笔多啊 对不对 你给一笔大的 就抵了那五百笔小额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西方政治啊 真的是金权的结合 但人回过头讲 这个例子啊 我们刚刚讲 各位要知道希拉里当年第一夫人 卸任之后当了欧巴马的国务卿 他老公呢 克林顿 成立一个叫克林顿基金会 这个老公就卸任总统 就到处去演讲 各位要知道 在希拉里 这个国务卿的任内 你知道那个 这个叫克林顿 这个克林顿基金会 募了多少钱 真的你不会相信 老婆当国务卿 老公呢 当这个基金会的老大嘛 对不对 但有雇一个CEO去管理 他们募了多少 我看的数字数了半天 1.56亿美金 1.56亿美金 当然这个画面上 各位看到的不是原配 是那个白宫实习生 鲁恩斯基 但是这个有点小八卦了 当然呢 这个权力跟这个 一定设置头上一把刀了 这个听说呢 这个当年呢 这个希拉里知道老公 有婚外情的时候 拿一本书呢 就朝到那个总统的头上 丢下去 听说真的还打破皮 但克林顿屁都不敢放啊 对不对 虽然你要做这些狗屁倒灶的事 对不对 你不能怪那些实习生吧 该怪自己嘛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个 虽然有那个鲁恩斯基绯闻 但最终呢 人家还可以在老婆 当国务卿的时候 募了1.56亿 其实希拉里 各位应该还记得 当年2016年 跟那个特朗普 要竞选的时候 后来退选嘛 对不对 当他退选的原因 败选的原因是因为电邮门 那电邮门是在里面干嘛 叫人家捐钱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问题之所在 当然如今美国终于这个大选 已经啊 这个 终于不乱了 慢慢慢慢要回到原点了 那我们也寄望呢 这个 未来的拜登啊 身体要撑得住 对不对 这个好好的做 因为他的副总统呢 这个听说当年欧巴马是历见了 要去选总统的人 那 当然呢 这位副总统 负辩的声音蛮多的 觉得他太高傲 那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欧巴马在拜登选举的时候 如影随形 有人开玩笑 他时常在提醒拜登 不要睡着 真的是这样吗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再跟各位慢慢分享 美国政治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